音樂 Hello 大家好 我是Ron 歡迎你們回到這個頻道 在上條影片我跟大家review了A7IV 見到你們對這部機是很有興趣的 也有不少朋友問我關於A7IV的問題 例如想知道我拍影片的時候 究竟用甚麼格式 又或者用甚麼色彩檔案等等 所以在這條影片中 我會跟大家分享我Sony相機的設定 以及它們一些使用的方法 令到你們都可以很容易地拍到一些 漂亮和很有電影感的畫面 其實設定相機有很多種方法 但等一下我會分享的 都是一些我最喜歡的相機設定 它們在這段時間都幫我創造了 很多我很滿意的影片 所以希望這些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影片 因為有不少朋友都對我在IG拍的相片 可以有興趣 所以在講拍片的設定之前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照的設定 首先我基本上所有的相片 其實都是會拍RAW的 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記錄到最多的資訊 和最原始的檔案 讓我們在後期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個最好的表現 所以在檔案的格式那裡 其實我會選擇RAW 又或者是RAW & JPEG 然後在RAW檔案類型 我會選擇不要壓縮 因為沒有壓縮過的檔案 其實它拍出來的RAW相片 效果會最好 之後出去了 去到長闊比那裡 我會選擇3比2 因為3比2這個尺寸 其實是可以用盡了 它全個Full Frame Sensor的尺寸 然後出去了 我們就去到對焦了 這一點可能比較少人留意的 其實我會把對焦追蹤的靈敏度 調到5 拍照的時候 自動對焦的速度 就可以變得最快 在對焦區域那裡 我平時就是會用Food 它對焦的時候 就可以Cover到全個畫面 而出發對焦的目錄 去到最後 人念對焦那裡 我當然也會開啟 這樣影響的時候 就可以確保你的Shock 是萬無一失了 之後就要開始跟大家說一下 拍片的設定 首先就是白平衡White Balance 我其實平時多數會用手動 如果是正常日光的時候 其實我會設定到 數值大概去到5500左右 當你出去拍攝的時候 其實不會想畫面的顏色不斷轉 因為這樣會增加後期調色的難度 也會對製成品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然後就到大家非常關心的 色彩檔案Picture Profile 這件事其實在拍片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 這條影片可不可以出到一個 最好的顏色和最好的光暗位表現 其實就是靠這個色彩檔案 當中其實有三個Picture Profile 我是最喜歡和最經常會用到的 首先跟大家看看第一個 就是HLG3 HLG3的全名叫做Hybrid Lock Gamma 它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新的HDR格式 用它拍片可以做到一個非常高的動態範圍 光位的表現也可以更加柔軟 加上它的顏色其實都是比較接近現實的色彩 所以其實後期調色的難度也會更低 在這裡我將它設定了PP-1 大家都見到 然後在第二格加上就選擇HLG3 在下面色彩模式其實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BT-2020 它拍出來的顏色會比較黃 而第二個709拍出來的顏色會比較紫 其實這兩個都是好看大家喜好 兩個都可以用的 我自己就會覺得709 是比較適合亞洲人的Skin tone 用了709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省下調色時的時間 然後在我的PP-2 就是傳說中的S-Log3 它跟HLG3一樣 都是一個我最喜歡用的色彩檔案 我多數會在陽光晚烈和光線充足的時候 用這個S-Log3 因為它拍出來的動態範圍是最高 和顏色也是最美的 但相對上曝光和後製的難度 其實都會比其他Picture profile高 好了 看回PP-2 Gamma那裡 當然會是S-Log3 然後去到下面色彩模式 就會是S-Gamma3 Docsini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這個S-Gamma3 Docsini 是一隻Sony建議的模式 所以其實用它的S-Log色也是最方便 在用A7IV去拍S-Log的時候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過部1.5到1.7級 去拍到一個最好的動態範圍 如果你的影片是沒有過部的話 就可能會出現很多Noise 和降低了它的動態範圍 之後去到第三個Picture profile 就是S-Signitone 它是相對上一個比較新 和可以模仿到Sony G少錄機的色彩檔案 對比起S-Log3和HIG3 它在使用和曝光方面 都會更加簡單 Skin tone的顏色 亦都可以保持得很漂亮 我自己其實多數會在夜晚 和不需要調色的時候 用這個色彩檔案 首先在PPV那裡 Gamma會選擇S-Cine tone 然後在下面色彩模式 我亦都會選擇S-Cine tone 就是這麼簡單 但大家要注意 其實這個S-Cine tone的動態範圍表現 並不算是最好的 所以當你拍攝高反差的環境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太建議大家用它 果然關掉檔案之後 就當然來到很重要的 拍攝格式和影片設定 第一個會說 就是螢幕上看到的4K25格 我會把它設置在自訂鍵1 到Menu那裡 怎樣去轉4K25格呢 就是在檔案格式那裡 在A7-4上面拍攝4K25格 其實只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X-AVC-S4K 第二個就是X-AVC-SI4K 因為X-AVC-S4K file size會小一點 所以我平時都會用它 然後去到影片設定 當然選擇25格 之後去到下面錄製設定 就很重要了 一定是用140Mbps 10bit 422 這樣你才可以拍到 10bit的色素深度 基本上在A7-4上面的影片 其實你都應該用10bit去拍 才會出到一個最好的顏色 那調校完這些設定之後 我們就出拍攝的畫面了 你會看到在左下角 我的Shotlight Speed 是調校1 over 50 因為這個Shotlight Speed 其實是要跟回180的反門角度 如果大家想知道是什麼 也可以去右上角 看回我之前出過一條 關於影片格數的影片 然後光圈就是F2.8 因為我平時多數會用大三元的變焦鏡 所以我預設都是喜歡用最大的光圈 在最右邊就是ISO800 為什麼那麼高 就是因為X-AVC-S3的NATIVE ISO 其實是800 所以絕大部分的情況 我都會保持到800 然後就去到自定鍵2 大家在畫面看到 我的自定鍵2其實是Z 4K 50格 去到主目錄那裏 在檔案的格式那裏 我都會選擇X-AVC-S 4K 然後影片的設定那裏 就是50格 錄製設定 同樣都是選擇最高的200Mb 10-bit 422 之後出到主畫面 你會看到畫面速度是1 over 100 大家記得拍攝的時候 不要慢過這個數值 光圈就是F2.8 跟剛才一樣 右邊ISO也是800 然後就去到自定鍵3 大家會見到我的格式 就是1080-100p 回到主目錄 今次檔案的格式就不同了 是X-AVC-S HD 因為A7IV其實是沒有4K 100格的選項 所以我就會選擇1080 然後格數那裏就是100格 另外在錄製設定那裏 因為它亦不能拍攝10-bit 422 所以我就會選擇 在這裏最高的100Mb 8-bit 422 出去拍攝畫面 左下角1 over 200 亦是不要慢過這個數值 之後光圈就是F2.8 然後ISO也是800 然後去到另外一樣拍影片很重要的 就是對焦 尤其是像我這種one man crew 自動對焦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首先我們去到第三格對焦這裡 在1 AFMF裏面再按進去 就會見到第一個對焦的靈魂度 在這裡我會調5 我覺得這個速度其實是剛剛好 不會太快也不會太慢 因為7對我來說就太快了 之後就去到對焦的變滿靈魂度 我會選擇5 然後出回到上一格 再下去下面 在對焦區域那裏 我多數會用寬 基本上都適合絕大部份的情況 然後去到第三格 人臉減部對焦 這個就非常之重要 我基本上一定都會開啟 因為用了它的話 你的Focus其實會超級準確 這件事其實我在上一條A74的Review裏 都和大家看過了 之後再下去下面 去到面部和眼部偵測框那裏 我都會開啟 這樣你就可以確保你的畫面 真的會用到IAF 然後還有一件事想提醒大家 就是去到拍攝那裏 之後在第十一個選項 拍攝顯示 我通常隔線類型 會選擇對角線隔方格 這樣你在構圖的時候 其實就會更加容易 比例也會更加容易去掌握 這裏基本上就是我拍攝影片時候 所會用的設定 之後就要跟大家說一下個人化的自訂件 設定好其實可以幫你省很多時間 不用在Menu裏面找來找去 可以大力提升你工作的效率 首先我們去到最底設定的選項裏 選擇操作客製化 之後第二格就是拍片的自訂件和轉盤設定 基本上大部份的設定都跟如此一樣 唯一有幾個我轉了 首先我會把第一個AEL這支按鈕 轉成SteadyShot 當你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快地切換到Active 又或者Standard的防震 然後在機頂那裏 第二格我會轉成相片的設定檔 也就是Picture Profile C2 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實按鈕 就可以很簡單地切換到Picture Profile 然後去到最底的轉盤和滾輪 我會把第三 也就是右上角的轉盤 轉成ISO的切換 當你要轉的時候 就馬上可以轉到 另外當你不用用ISO的話 就可以按這個按鈕 將ISO鎖4 它就可以保持ISO的數值 上面說的大概就是我用ISO4 和其他Sony相機時候的設定 希望這條影片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因為當大家買了一部新相機回去的時候 其實很多功能都會隱藏 你們要像我剛才那樣 設定它們出來才能用到 我覺得一個好的設定 其實可以方便自己去試用之外 也可以打好一個很紮實的基礎 令你拍出來的作品變得更加完美 當然其實設定這些是好死的 要拍到漂亮的東西 其實還要配合拍攝手法和idea 所以如果大家想在未來 看到更多關於相機 又或者拍攝手法的 topic 記得一定要在留言跟我說 另外也要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仔 當我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我是Ron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